我覺得他的危機處理 零分 危機處理不是零分 是負分 哎呀 高鴻安這樣玩 正式的聲明結束了 高鴻安怎麼會叫他的男朋友 去管事這個模式 這個是一個選民中的大忌 非常嚴重的大忌 一輩子都不得了 光是一個男友 他憑什麼去新竹管事 這件事情高鴻安講不清楚 你就下台了 民眾會把你罷免掉 你男友是哪位 我們選的是高鴻安 是新竹市長 你男友是哪位 如果你心裡沒有鬼 你有必要躲躲藏藏嗎 你是民選首長 你就是要接受監督 什麼跟什麼車 什麼總統大選 這我才是難以遺見 怎麼會連這點的 政治敏感度都沒有 現在各指一指 然後我看到綠營 真是高興使 民眾黨的新竹市長高鴻安 因為他的前文化局長 錢康明被請辭之後 就一連串的毀滅性爆料 包括了現在臉書放話 然後接著說今天中午出來爆料 那報則是關於高鴻安的男友 李中庭被他逼離職的內幕 提到了這個8月3號 當時是什麼情況 8月4號結果被告知 說錢老師謝謝你這段時間的幫忙 你在配合上跟當時講的不一樣 是不是你看看什麼時候辭 這個是李中庭跟他碰面的時候 就直接叫他離職 好那剛剛他有一連串爆料 包括接這個跨年晚會的案子 等等的一連串 說這個高鴻安說謊 新竹是有跨年晚會的 離職之前都有 還做了跨年的資料移交 雖然資料超級世界無敵爛的 那麼其實高鴻安他有表示說 今年在新竹部分不辦跨年 但針對這樣的說法 錢和明在爆料了 他說高鴻安在說謊 他說在今年3月份議會的臨時會 通過了跨年晚會要追加預算350萬 並且他也來聯絡了 首先看到是聯絡學弟學妹的部分 來當主持人 結果沒想到呢 卻是個噩夢的開始 經費不足要贊助 那麼高鴻安就跟他說 你跟Jack討論一下 選舉的時候辦過活動 他有經驗 好當時這個Jack說呢 新竹縣市應該會合辦 那新竹縣辦演唱會 新竹市放煙火要來喬 但是Jack遲遲沒有給出活動的規劃 不斷的聯繫 好那同時呢 他也跟這個新竹縣的部分 帶縣長來聯絡 好縣長有沒有才是了 在這邊陸陸續續 來看到把這個對話記錄找出來 他說到了7月份呢 他還跟縣府的交理處長 針對細節溝通 所以他說在自己離職之前 事實上新竹市的跨年晚會 離職之前都是有的 現在他也把這個對話記錄 通通也秀出來 要讓大家來看一看 那你可以看到呢 高鴻安的豪宅豪車問題 也沒有解決 又人事纏身 現在這個跨年的部分呢 也在被爆料是自打臉 時事評論黃明就說了 危機處理的部分 難有憑什麼到新竹管事 沒有解釋清楚 就下台 黨內可能現在 也沒有人敢幫他說話 我覺得他危機處理 零分 從頭到尾 他不只是處理這個事情 從車子豪宅到這一串 還有包括他處理市府的人事 你怎麼會在去日本的飛機上 請市府發布人事呢 這個市長 你不要講沒有經驗 我覺得民眾黨 光是現在要準備 當任這個民政處長的 居然選舉的時候 在申報財產 漏報他的老公 然後說是漏報 這個人要先 民眾黨要送中平會調查 財產申報不實 你黨內有沒有機制 高鴻安現在捲入這個生意 民眾黨黨中央有沒有要調查 他是你們的黨員 錢康明是不是黨員我不知道 但是這兩個應該都是 因為兩個都有代表民眾黨參選 這兩個 一個叫做財產申報不實 一個叫做相關的一些所謂的 這個私德的問題 民眾黨應該立刻立案調查 為什麼 這是攸關到你們整個政黨的形象 光是一個男友他憑什麼去新竹管事 這件事情高鴻安講不清楚你就下台了 民眾會把你罷免掉 這個事情真的讓人覺得很離譜 我跟你講民眾黨沒有一個人敢 現在沒有一個人敢幫高鴻安講話 為什麼 你男友是哪位 我們選的是高鴻安是新竹市長 你男友是哪位 然後躲昨天一整天都躲 躲到那個男友是傍晚5點鐘才發聲明 早上9點以前這些指控就已經出來了 躲了一整天 然後高鴻安下班以後6點多才發聲明 然後你說你去接受這個調查 算了 這些東西早就可以講清楚了 如果你心裡沒有鬼 你有必要躲躲藏藏嗎 今天早上我一看 你出來講話 第一句說 這什麼又是什麼總統大選 希望回歸 不是 你是民選首長 你就是要接受監督 什麼跟什麼扯什麼總統大選 這個選校克菲爾益生菌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妻 妻 無辜